各位好,我是Fly Bear Official 今天在后院里面画一下 我现在位置是在 很靠近 瑞士的中间的这地方 所以它的气温变化更快 早上出太阳的时候应该还给短袖 昨天才搬进来这里 大约看一下这边的色彩 别看因为阴天的关系 色彩的饱和度非常高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非常鲜艳的红色 绿色 蓝色 所以红蓝黄在这种时候 呈现的色彩特别丰富 我走出去看一下光线 你可以看到光线的来源 大约大约是从顶部上来的 所以它的垂直面就是地板的部分的反光 特别特别的强 其他都非常弱 包括草地也是一样 我们来转过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黄色的部分 颜色也非常鲜艳 好那我们来动笔开始画今天我要画的主题 我要画的主题是 我们在 一本一身上 在餐厅里面拍到 我们的游客 他坐在 上棚区里面 他在喝 饮料 这个我放在iPad里面 有点反光 后感也移动一下 好 就可以看出来 太阳光很强的时候 后面的雾状就非常清楚 这跟我们刚才看的色彩区 他唯一存在 就是人家在左侧的这个地方 色彩区都是 有一块 很明显的交界 我现在手指头 指尖所经过就是他们 色彩和雾状区的交界 很明显的 你可以看到色彩都在 这一很贴近交界地区的时候产生 而且红色在这里 黄色在这里 深蓝在这里 那也就是说深原色的 表达 非常清楚 OK 那我们 知道了这样的一个 交界的一个分析以后 其他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 因为其他都只是Edge 跟明度 以及色彩的变化 我们来试试看 能不能把它画得出来 好 很意外的我们在这边碰到了一只小猫 顺便把它拍进来 大家坐在旁边陪我画画 在画画之前我 用个两分钟把我的色彩 再介绍一次 我们永远是这样的12色 暖色的蓝 中性的蓝 暖色 暖色 暖中暖 那这个冷 中 中在这里 暖 大概的 顺序就是 冷中暖 所以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调色盘的位置都一样 我想 只要你是用观念去画 即便大家的观念 会有些微的变化 但是基本的位置都一样的时候 在灯光很暗的时候 或者在像户外写生的时候 都可以很轻易的找到你颜色的位置 就不会调错色彩 好 所以色彩的简化 事实上非常重要 我看过 有20色 30色 甚至40色的 那 你出去写生 第一个当然就很不方便 第二个呢 它的变化才多到 这种 2的12字方的变化已经够多了 你可以讲 任两色的调整 还有三色呢 还有四色 所以不管 几个原色呢 我们尽量把这个原色的这种 细数 减为最少 三原色是红蓝黄 我们就只有红蓝黄 多了黑白 以及一个咖啡色 好这就是我们调色的一个原则 来我们来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這個階段我們大概把色塊交界的部分 我們把它完成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是圖片 複習一下 有點反光喔 這是因為在戶外拍的 那過來看我們這裡 我們隱約可以看到屋狀區在右邊 色彩區在左下角 所以光線的來源已經 約略的可以看出來 通常我們看一樣東西 我們第一個看到的就是光的來源 那不是去把光的明暗形容出來 而是用色彩、Edge、明度 三個交界的這種中和現象把它表達出來 好,我們再來繼續 畫完了 我們大致上可以兩個比較看看我們的所想像的 或者我們想放到畫布上的東西跟照片有什麼不同 來看看 這是照片上的 最後我們看到的圖片上的感覺 其實明度都不是很亮 再過來呢 我們有發現了一些不同的 我們發現光線變強 然後照在人物上的反光點 那個Edge的變強 也就是說 紅霧狀區的 後面的霧狀區 把這個陽閃變成有點霧化 然後這個人的這個Edge 它的點狀跟快狀變強 而且色彩也埋藏在Edge的旁邊 我們再來看這裡 這裡就沒有那麼明顯了 你看人像的快狀 點狀的霧狀 就並不是分得很開 所以它看起來就沒有很強烈的光線感 那霧狀的空間也比較沒有那麼強烈 所以畫畫呢 最主要就是你去創造一個畫布上沒有的感覺 那你產生了一個你自己的想法 每一個獨特畫家都應該有自己獨特的思考的過程 它想解決的方案 那藉由每一次檢討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增加一些它可以改進的地方 那這樣就會形成了自己自然的風格 那也會提高它的辨識度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聊 剛才那隻貓 我們來看一下 他還在睡覺 這是我們元素的地方 其實他不是打瞌睡 他因為不能進去我們房間 所以呢 他就一直在那邊躲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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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